五大訴求 決一分合 全民表提 石爪保證 自背夢見法 非罪緊急法 我平時很少戴面罩的 今天戴面罩其實都是一個抗議來的 李慧琼是 捐據了土瓜環北二十年 他就一千千好起來 香港就一千千爛下去 他是這個保皇黨的頭目 他由一個直直不明的區議員 變成一個曾經是行政會議的成員 現在是中共的全國政協委員 他是人版 特區政府所有 都是香港人的壞事 做的壞事 他都有份 所以 在今次 區議會選舉 全民表態 去踢走暴政 重申 這個五大訴求 決一不可的時候 李慧琼如果自動當選 是一個笑話 所以 我決定 是報名 去這個土瓜環北參選 我希望 我希望 土瓜環北的選民 不會沒有票投 不會做馬巴 我希望 在土瓜環北的選民 在11月24號 這個全民表態 踢走暴政的運動裏面 能夠運用他的投票權 所以 我希望 全香港的選民 都會有票投 亦都希望他們 是會投票 用選票 去 重申五大訴求 鐵一不可 的初衷 五大訴求 五大訴求 鐵一不可 香港人 反共